醫護人員來幫你 那王醫師其實我們兩個是非常有默契 今天兩位有志一同都帶了 這個叫Ossimiter 血氧劑 血氧劑就是說有時候你會逞強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氧氣的交換能力 已經降低了 那其實這樣一個很小很便宜的裝置 血氧劑我們在醫院病房也常用 這個幾百塊的東西而已 住院的時候就會夾一下 夾在手上就可以馬上知道自己 目前氧氣血氧的含量是多少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一些好方法 那分享給觀眾朋友 王醫師剛剛給我們很多的知識 我想在這個疫情的這個時刻 大家都同時來增進一下自己對於這個疾病 或者是對於自己身體的這個認識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待會再回到現場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 來王醫師要補充 我補充一下 剛才歐醫師講了很多 哪一些人是高風險的人 哪一些人就是打流感 工會可以打不要錢的人 我們已經把它框出來了 對 我們如果每人都說 你打工會不要錢 那一些人就是高風險的人 那個就要小心 那什麼時候就是危險 就是很難過 但是大家知道說 我們現在死亡率才0.5%很低 為什麼我們很怕這個病 就是這個病容易跑到我們的肺部去 容易纖維化 那另外的話它就是說 它有時候讓你血氧濃度下降 這個病的話你不知道 有的病血氧濃度下降你就會很難過 這個不知道 所以剛才我們跟王醫師 才用這個血氧劑 這個血氧劑來測量我們的血氧濃度 那通常來講像我的話 我們就希望有一個叫 underline data 就是說平常我們的standard是什麼 所以我每一個護理師 我都叫他每天驗 就自己有一個紀錄 對 就像最近大家都在量體溫一樣 那你每天年輕人都是99 年輕人都99 那我有時候98 99 但是有一天那97了 我就要小心他了 96就更小心了 那國外是說 甚至你的血氧濃度 掉到80 70 有時候還不會難過 就砰倒下去了 所以如果真的很害怕 其實這個是可以背著 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知道你平常是多少 然後當你慢慢掉的時候 你就要很小心 這個醫療器材店買得到 那也不會很貴啦 幾百塊就買得到 好 那我們接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